1951 召开道德的知情班会 以提升后学对道德的体务实践 民国赋十八年 959 召开性理实习班 对性理真传的认知 更能实习 不离于道 当年又成立新义理事会 选定孙顺志为理事主席 切服班为副主席 相谋新义道路发展 决策新义道场大际 民国五十年 1961 推行道路合作管理法 以规范道场直入领导者之言行 以身作则 吉利利人 吉达达人 民国五十六年 1967 召开忏悔清姓班 以导政后寻发自信绘制 回光自照 忏悔改进 十座新人 民国六十年 1971 尊召寄公师尊 垂训佛规 尊 尊 决心 挑 高景修办道师良知 民国六十二年 1973 召开道德心之班 以强化体系系统 开放道德心 一 民国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 推行转心 前运动 上下同心拓展生液 民国六四年 一九七五 师母定天 以治客守佛威 国六 一 二 一 是全体点团之 各命的姻缘 向海外世界各国开荒 民国五十三